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的话想跟大家推荐四本 不能说是最近看的吧 就是我看过以来 我觉得非常有趣有意思的几本数 其中三本的话是以英语写成的 但是我只有一本看的是英语版 其他两本我看的也是中意本 还有一本是中文作家写的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我推荐的第一本 也就是我跟大家提到的 我是看的是英文版的 Lisa Jobs写的small fly 就是小人物 就是small fly这个词 我还特地问过local的一个朋友 small fly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跟我说small fly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 一般是用来形容小女孩或者小孩子的 就是小鱼儿的意思 翻译成小人物 其实我个人认为 不是那么那么的确切吧 而small fly其实是steve jobs 对他的女儿一个称呼 比较小的时候 他经常这样叫他的女儿 叫他small fly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 因为我当时买的是kindle的audiobook 所以我不是把它看完的 我是就闲暇时间把它听完的 其实有很多词 我英语听力也不是那么好 很多词我都miss掉了 但仍然我能感觉到 这文笔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非常流畅 他的内心活动的描写 其实是非常深的 很多地方都让我感觉到了 非常的真诚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喜欢 读书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觉得人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可能就想表现出最好的自己嘛 可能没有那么的真实 而你在写书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的 你就会流露一个非常真实 真诚的自我 听这本书的过程中有好几次 我都非常的就鼻酸 非常的动容 能够深切的跟这个作者共情 他大概就是讲了 他作为一个在steve jobs 非常年轻的时候 跟他的女朋友生了一个 非婚生的子女 而且之前的话steve jobs 一直是否认他的存在的 一直是不认他的 直到他的那个苹果公司 好像快要上市前 他一月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财产之前 他突然松口了 就是在法庭答应给这对母女 每个月只给385元的抚养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我也觉得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呢 大家对steve jobs 很多都是毁育参半嘛 当然事业方面 他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可是在为人方面 确实也有很多他的前同事啊 前员工啊 甚至他的女儿 都出来描述过他 有时候非常苛刻 不近人情的这样一个天才吧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是steve jobs 要和Lisa的妈妈 Chrisanne Brennan分手 Lisa后来得知 其实是当时他的妈妈 Chrisanne一定要跟Jobs分手 甚至不惜用一些 比较强硬的方式离开他 Lisa当时对得知这个事实的时候 他的第一反应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真实的 他想的是 你为什么要跟我的爸爸分手呢 如果你没有跟他分手的话 那我就是他名正言顺的女儿 至少我可以有一个 比较安稳的体面的童年 因为其实他们两母女 当时生活状况是比较窘迫的 而他的妈妈又是一个艺术家 比较朝不保夕的这样一个生活 这本书的优点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文词非常的优美 然后感情非常的真挚 但是我读这本书的过程中 我也能感觉到那么一点点 self pity 就他的一个自我怜悯 这本书我还是很推荐的 尤其是像我这样 如果想提高一下自己英语水平的话 第二本书的英语的名字叫 Being Mortal 同样是在Kindle Store上下单购买的 中义本的名字叫 最好的告别 这本书是一个印译的美国作家写的 他其实从事的应该是一个临床医生的职业 但同样他的文笔也是非常的好 他从方方面来跟大家解释了 向死而生吧 就是他可能也见过了非常多的病人 或者说一些老年人的一个状态 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的这样一本书 他其中探讨的就是我们在生命快要临近终点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生命本身吗 还是生命的一个尊严 还有就是他讲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一些人到了慢慢衰老的这样一个状态 比如说60岁的人 哪怕是健康的摄网膜 所能接受的光线 只有20岁年轻人的三分之一 衰老这件事情是不知不觉会蝉死你的 我也把这本书跟我妈一起讨论过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老妈你知道吗 年纪慢慢变大的话 我们的脖子这边不是有个生理弧度吗 可是当你年龄慢慢变大 特别到老年人的状态 那个生理弧度的那个弧度会变得比较的平直 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由于颈部的趋度改变了 你吃东西的时候会非常容易枪住 然后他也就是非常感慨的跟我讲 就是在我的外婆 现在我外婆已经不在了嘛 当然当时就是我外婆还在的时候 他们几个女儿去陪我外婆吃饭 我外婆吃东西的时候 经常吃着吃着就开始咳嗽就枪住了 我妈还有我阿姨就会跟我外婆说 吃东西慢一点慢慢吃 这样就不会枪住了 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是年纪大的人 他没有好好吃饭 其实不是的 这都是生理造成的 不是我外婆希望这样的 我觉得当时应该对我外婆再耐心一些 多理解她一下 这也就是我读这本书 很多的一些东西就是让我知道了 我们现在享受的这个年轻的身体 享受她的红利 等你年纪大的时候 很多事情是事实上的改变 不由你的意志来做决定 我是很希望对这些东西有多了解的 尤其是我们独生子女吧 如果以后面对要照顾长辈的时候 你可以多体贴一些 多理解她一些 这不是她想造成的 总之这本书给我的感慨 其实是非常多的 它其中还就是讲了一个道理 我觉得非常对 就是对待老年人 到底是延长他们的生命重要 还是他们的尊严重要 是美国的有一些养老院 把老年人当成一个囚犯一样在管理 就纯粹是为了延长你的生命 比如说它规定好 早上你几点钟要起来吃早餐 你几点钟要开始吃家餐 你几点钟要吃午餐 你下午一定要去睡一会儿 让这些老年人觉得是怎么样吗 难道我就没有个体的尊严了吗 如果这样要延长生命的话 这生命是完全没有质量的 其中一个老人就讲了 他希望的养老的环境 就是想睡到几点就几点 因为他们哪怕走到了人生的末尾 他们依旧是人啊 依旧是有人的这个尊严在的 这本书真的是我强烈推荐给大家 而且我们每个人终有那么一天 会直面衰老和死亡 其实死亡没有那么那么那么的可怕 死亡是一切东西的终点 正是因为有死亡这样东西的存在 我们的人生才会有价值 第三本我要推荐的是乡下人的悲歌 我看的也是中文版本 只看过一遍 目前为止还没有翻过第二遍 这本书大概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J.D. Vance 这个主人公本身 他算是一本自传性的济世文学吧 他出生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铁秀地区 应该是在中西部吧 剧情那个中我有点不记得了 那边的一些美国的蓝领阶级的白人 没有办法摆脱困顿 他就是想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们这样一个贫困会世代的延续下去 那又有哪些途径可以帮助他们 他的好处就是 他的确是非常的真诚 诚实的在描述他的一个混乱的童年 因为每个孩子其实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 就像我上一期跟大家讲 Baby's like routine 其实对幼童甚至对稍微大一点的那种preteen 八九岁的小孩来说也是一样的 孩子需要一个规律的稳定的生活 而他小时候恰恰是没有这种生活环境 他也没有办法去focus在他的学业上 没有办法专心读书 直到有一个契机就是 他的外祖父母抚养他一段时间 他的外祖母虽然自己并不是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的 但他的外祖母非常清楚受教育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所以就是以一己之力非常支持他好好读书 他在那段时间有了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 他也就转换了过来 把心思花在了读书上面 之后他也完成了 他去了耶鲁的法学院 反正是耶鲁大学 忘记了一个院系了 又是参了军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可以说他完成了他的阶级向上流通 这对住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穷困的蓝领白人工人来说 或者是他们的后代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要说这本书让我觉得有一些想法 让我觉得有一些非常 我为什么没有读第二遍 是因为我从这本书里面还是读出了一些白人的优越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是专门骂白人的 就是white trash 白人垃圾 那这个词我非常的不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潜台词就是white 不应该当trash 我确实是比较敏感的 对文字比较敏感的 所以我从来不用white trash去骂白人 不过我就觉得还是高看了他们一眼 你是white 你怎么就不能当trash了呢 每个种族 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肤色的人当中都有垃圾 白人也有什么例外呢 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 包括他书里的那些他的朋友 他周围的人 那些白人们 还是真正的相信自己就应该过好日子的 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就值得好日子 那什么耽误了他们呢 就是政策 政府的一些政策 一些外在环境耽误了他们 也就是说他们很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其实这个作者在那个J.D. Vance这本书里面 他也描述了他的几个所见所闻吧 比如说一对非常年轻的一对couple 然后一个肉店的老板吧 提供给他们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以肉店来说给的周星也是比较高了 如果你好好工作的话还是有机会存下一点钱的 改变自己的环境的 但是这对年轻人也没有 他们也是过着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 我爱上班就上班 我爱上班就不来的 所以J.D. Vance对这个他是有一定的批判的 可是我觉得批判的还是不够 他还给我一种什么不好的感觉 J.D. Vance这个作者是完成了阶级上上流通 他给我一种头尘的感觉 他有一种试图想跟上层阶级靠的更拢的那种感觉 头尘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反正这本书在我阅读过程中 我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是很舒服的地方 不能否认这是一本非常诚实坦白的书 所以大家如果对底层白人的一些心理状态 生活状态 或者对美国的一些阶级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都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下这本书 第四本也是我最想推荐给大家的一本 是一本中文书 是由台湾作家吴小乐写的 吴小乐这个名字不那么台湾 这本书我读到的时候实在是太惊喜了 书名叫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其实去年我也读了不少 就是女性作家从女性视角写的书 但我觉得这本是我去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 他的文字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就吴小乐的文笔非常好 很久没有读中文书 让我觉得写的文笔实在太优美了 这种感觉了 可能是因为台湾作家的关系 他的文笔有一种我不太熟悉的那种岛屿感 同样是中文 可是跟我日常读的阅读体验是很不一样的 我这里的岛屿感完全是纯褒意的 其实这本书是吴小乐的一个散文 他描述的是自己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 身为女孩 身为女人 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他的一些心理状态的描述 他的一些所见所闻 第一篇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了 他的第一篇讲的就是他跟他的妈妈去拜一个 我忘记是拜什么佛了 他的妈妈就跟他说 你能不能伸手去摸一摸那个佛 好像是德南佛 那你以后就会生一个男孩子 他非常的气愤 然后他就说我不想摸 他就跟妈妈就僵持在那边 然后他的妈妈就跟他说 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生男生女都一样了 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摸一下呢 唉 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也是一种深深的深深的无奈啊 我是有一个女儿对吧 然后我跟我的先生都是 对我先生算是半个上海人吧 我是在上海长大的 应该是最不重男轻女的地方了对吧 我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也是有一些声音 再生一个儿子吧 凑一个好字 唉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一个女儿就不好了呢 总有一些人非常没有边界感的 来跟你讲这件事情 而且还是觉得是在为你好 他好像是一个推心置腹的感觉 跟你说你看你还这么年轻 而且你现在又是当全职妈妈 那为什么不再生一个呢 反正听到这些话 每次我都非常的不爽 心里总是想 您到底是哪位 有时候我也是比较凶的 但是还是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除此之外 包括他身为女性 从小到大的一些 或有或没有 或有意或无意的一些忽略 一些挑剔 一些讲出来又很矫情 但你不讲出来的话 心里又憋得难受的一些东西 被他描述的非常好 真的推荐 就是如果对女性的话题 感兴趣的男生 有女儿的男生 对自己的女朋友 妈妈比较关注的男孩子 还有所有的女孩子 都应该看一下这本书 台湾的女性 可能这几年 她们的女性意识 也在逐渐抬头 逐渐萌芽过程中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全世界的女性 其实都是命运共同体 我很高兴地看到中文世界 有一些这样的女作家 非常愿意书写自己的女性的经验 真的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 今天这四本书 就是我所有的分享了 其实做文化产品的推荐 一直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部分 如果大家也同样喜欢 想继续看我推荐一些 比如说好看的书啊 或者好看的电影啊 好的podcast啊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就千万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 那我下次的话 会再多准备一些推荐给大家 虽然我们是极简的频道 可是我觉得购入一些虚拟产品 丰富你的精神生活 是完全不矛盾的 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按一个赞 能顺手关注的话就更好了 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啦 拜拜